加州高速公路巡警表示 週二晚9點半左右 灣區880高速公路菲利盟路段發生了一起致命車禍 一名盛河西的男子涉嫌吸食大麻後駕駛 造成3人死亡5人受傷 5月16日 加州高速公路巡警證實 來自盛河西21歲的趙氏司機 Denway Hightrain 涉嫌麻架被逮捕 目前 警方以麻痹駕駛引發重大車禍 DUI 並造成身體傷害等罪名逮捕 保釋金19.5萬美元 據悉 車禍前 肇事司機駕駛的豐田Kamri 正魯莽的加速行駛 車子翻滾幾次後才停下來 並嚴重損毀 有5輛車相撞 其中1輛運載8人的凱雷德損失嚴重 車內的1名成年女性 1名少年 以及1名兒童3人被彈出 當場死亡 另有5人受傷 包括4名未成年人 負責調查該事故原因的加州高速巡警 金門警局警長桑徹斯發表聲明說 昨晚一名吸食大麻的司機涉嫌交通車禍 導致灣區3人無辜死亡 其中2名是兒童 這是加州大麻合法化後 近期發生的最為嚴重的麻痹事故 去年聖誕前夜 一名麻痹司機 在880高速海臥段 當場撞死33歲的高速公路巡警卡米·萊利 撞傷另外一名巡警 加州高速巡警表示 與2017年統計數據相比 如果按照目前事態繼續下去 到2018年年底 灣區酒駕與麻駕代步率將會上升70% 桑徹斯指出 預防和控制大麻影響下 駕駛行為不能單靠加州高速巡警的關注 它必須成為社區和政府利益相關者的 優先考慮事項 新唐記者 古新月綜合報導